竹科管理局长 焦大校长 新竹县副县长 新竹市产发处副处长 以及众多校长跟业界代表一起合照 正式宣告竹科产观学研交流媒合平台正式启动 这个由科管局川针引线成立的交流平台 串联起各界资源 期望为竹科注入活水 主要的目的是厂商可能需要新的技术 学校也有可能有新的技术 彼此有什么机会可以碰在一起 什么时候可以做跨领域的合作 我是觉得所以有一个固定的平台 各个学校来发表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最新的技术 学校还有厂商他们的需求 他们提出他们的问题 来做一些连接的动作 我们在县市政府也有所谓的大新竹跨域平台 能够结合产观学研以及县市政府跟园区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来做整体规划 for这个所谓园区的未来所谓生产性服务也的一个发展 那透过这样的跨预的平台 能够来发展未来下一世纪的一个新的产业的一个驱动出来 这个交流媒合平台串联北部六大科学园区 六所大学以及地方政府 期望透过平台互动带动大家一起进步与成长 整个活动由交大执行 期望发挥群聚效应 成功带动产业转型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业的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产值在第一个20年的时候 就会已经到了一兆 但是到了第二个20年的时候 它增加的速度已经减缓 到目前它整个的产值 大概是在一兆一千亿的左右 但是要往上做一个更大的突破 这个还是要大家 就是我刚才讲的互为活水 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密活水 就是产业界来密的学校 学校来密的产业界 而且我们也是互相密的 对不对 我们在不同的大学里面 应该互同有无 不同的产业界里面 应该互同有无 所以今天我要emphasize一点 借着这个平台来同行自愿 未来这个交流平台 学者的前瞻技术 能够转移到产业 产业的未来发展需求 交给学界跟研发机构 形成良性循环 不仅培育企业最重视的人才 更能碰撞 激发出更多的科技关键 凯布新竹陈洛宇红采访报道